我們來聊為什麼我會投入娃娃機這個副業呢 然後我也很想要知道 夾娃娃機到底能讓我賺了多少錢 我知道這個大家最有興趣了 歡迎收看近視生活林靜君 大家想知道娃娃機到底賺了多少錢嗎 我現在就公布給大家聽 好的其實呢我身邊今天這麼多娃娃 就要跟大家聊這個 我大概國小三年級我就碰到娃娃機了 為什麼呢因為媽媽就是會帶我到全聯啊 或者是就是一些商場外面剛好都會有娃娃機 然後呢我就會跟媽媽要個十塊二十塊來夾 然後有一次就是不知道吧可能就是成就感吧 一個十塊不小心夾到一個好像是情趣內褲的東西 可是我那時候不知道就是一個盒子很靠近洞 然後我就花十塊夾到它 從此愛上了娃娃機 因為情緒內褲 喔不是 補湯 因為我小時候到長大整個過程我都非常的愛夾娃娃 在2017年的大概年底十月的時候 西門町開啟了第一間娃娃機店吧 然後我想說天啊娃娃機回來了嗎 然後後來才發現呢 喔原來娃娃機在以前收掉的時候是因為呢 它的那個金額的設計跟商品有爭議 所以法律上就是不准娃娃機營業 可是後來呢他們現在已經設定好了 就是一定要保證取物 包括那個投入的金額經過一段時間多久都不可以消失 因為以前的不效業者就是會把那個 比如這個保夾金額是300塊好了 可能投到100 是不是再投200就可以保夾金額 但是呢不效業者就是 如果這台機器5分鐘沒有動它 100塊的那個金額紀錄會消失 又從零開始 所以你就知道難怪娃娃機會測速 所以現在保夾金額完全就是真實的 有些是不是夾子很鬆一些很緊可以控制嗎 夾子很鬆跟很緊其實是機器本身可以調製的 光看外型我其實沒辦法分辨它的緊度 只能先自己投了10塊然後去試試看 如果爪子這樣下去然後夾著商品馬上滑掉 這個叫摸摸爪 摸摸爪就是這台機器不用再碰它了 我們來聊為什麼我會投入娃娃機這個副業呢 剛好這邊有做紀錄 2017年12月底投入這個行業 但是我在2018年的12月我都沒有做紀錄 因為我那時候就覺得就是有賺錢就好 就是沒有去特別做紀錄 可是我後來很想要知道我明確到底賺了多少 在2018年的2月21號我開始做紀錄 它就會有這個碼表 這個碼表就是你起初 因為它已經不是歸零了 前面的台主已經有使用過 所以它前面就是會有那個 壁量啊跟娃娃出去的數量是多少 這些東西都歸零之後呢 我2月21下午5點紀錄 我把這娃娃放進娃娃機 然後晚上10點5個小時喔 Kiwi我跟你講5個小時 我扣掉成本跟租金 賺1180元 我東西就放在那裡5個小時 那台機器讓我賺了1180元 我這個5個小時 壁量呢投了1700元 娃娃只出去了5隻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保夾是設定350塊 但是我娃娃的成本我抓在100塊 啊沒有抓在150那邊 好帥眼 反正我就是有誇到成本 然後呢這個就是2018年2月的時候 平均每一天2月21到3月1號 每一天至少都賺1000塊 有一個紀錄我又嚇一跳 在2月27號那一天只有一天喔 賺了2860元 然後呢我2月整個月 如果平均每一天賺1000塊 假日賺2000塊 所以這樣總共多少 4萬塊 一個月賺4萬 扣掉成本跟租金了 一個月足足讓你進賺4萬塊 我跟你講真的很厲害 而且我只是保守顧忌而已 那時候遇到過年最誇張 欸博安你記得嗎 那時候過年你人在台北 可是我回家鄉過年了 那時候什麼東西正夯 鋁蛙 對鋁蛙 然後我們就知道這個鋁蛙爆紅 所以我們趕快進了大批鋁蛙的那個娃娃 然後放到娃娃機裡面 你一天的避量多少 一天的避量是 2萬塊 你知道我們叫的貨才花多少錢嗎 我們才花1萬 可是一天的避量是2萬 一天就賺1萬 而且娃娃沒有全部被夾關 那你覺得今年還有可能嗎 今年不可能 今年如果你不是放iphone保夾2000的話 不會人 讓你一天破2萬 欸那我有一個問題 就是聽說夾娃娃不可以按 然後要讓他夾子一直晃是真的嗎 我們不聊技術 我們這幾次要聊我 娃娃機到底讓我賺了多少錢 然後現在已經到了2019年8月底 大家很想知道我現在營收是多少對不對 我在4月29的時候呢 已經有換過娃娃機的避量了 所以他那時候從4月29 必須從0開始 那現在已經到了8月底 4個月 我現在的娃娃機 到底讓我賺多少錢呢 走跟我去收錢幣去 好的 這一家呢 就是我位於東區的一家 娃娃機機台 現在8月幾號 8月22號 就是將近4個月的時間 營收到底是多少呢 原本是可以直接看紀錄啦 可是我上次4月29收完之後 我沒有把那個 投幣量什麼都規定 所以沒辦法算 好 好我們就來看看4個月的幣量 到底有多少 我跟妳講 大家現在一定很期待這部影片 好像沒有做過這件事了 就是從高峰期到現在 到底會是多少 好這裡大家可以縮時錄影 好啦 這個4個月到底營收多少錢呢 因為剛剛有人要換10塊 然後我們在開設 它不方便過去我直接換點它 好這邊是500塊 然後這邊的10塊的話 然後12345678 12乘以8 9600 再加500 天啊4個月只有一萬零一百塊 我之前最高期 最高峰的時候 一個月賺4萬塊耶 那妳說一個月租金是3萬嗎 不是那個是在西門町這邊 東區的租金一個月是9000 你懂嗎 然後這是4個月喔 如果除以4個月 一個月是賺2525塊 然後扣掉每個月租金9000 倒賠6741 好啦賺了啦 你以前賺那麼多錢幹嘛啦 對啦 我這裡才必有風險 不要那麼激動 所以現在賠錢我是覺得還可以 因為畢竟高峰期的時候 一個月讓我賺4萬 那7個月嘛 平均下一個月讓我賺1萬8 所以現在賠掉沒關係 就是扣掉以前賺的 我是覺得現在我要機能趕快 抽離就抽離 然後我現在只是因為 朱月還沒到期 所以我就繼續去擺著 斷斷 斷斷 所以現在呢 如果還有人說 還該投入娃娃機這個行業嗎 我跟大家說 我的選擇是 NO 好的 近視生活 臨近去幫大家解惑 娃娃機到底會不會賺錢 這件事情 所以呢我是覺得 該不該投資娃娃機 自己要三思 因為你自己要很量一下你自己的成本 包括你的地點 什麼的選擇都是非常重要 那我已經替大家解惑這個娃娃機 就是到底賺多少錢的秘密了 所以呢 大家還喜歡看我什麼 做哪些事情呢 歡迎大家留言跟我分享喔 然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的頻道喔 要開鈴鐺好不好 那我們 近視生活 下次見囉 掰掰 不知道幕後才是最可憐的嗎 還是要收錢 要洗 你收錢的感覺很壯 發大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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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講發大財 對不起 我被喊這句話 對不起 靠自己最實在的 大財 只要發我早就發了 還在那邊跟你 用口號喊 真的他媽被你害死 會講 覺得海剛 海剛 海剛我跟妳講 我直接進棺材來發大財 關燈關巴齊 哈哈哈哈 巴巴巴